以电影歌喉赞走红的胖爱美今日在社群媒体放上与女友的合照大方出轨 而前阵子台语歌后曹雅文在受访时大方坦承自己是双性恋也引发关注 身为公众人物自然要承担起更多外界的眼光 有时公布性向等隐私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接下来介绍一下那些也同样大方承认自己性向的艺人 一起来看看有谁吧 一、曹雅文 曹雅文先前在大港开唱被媒体询问感情状况 他除了坦言自己已经单身很久之外 更直率透露 我是拜拜塞克朔双性恋啊 他曾交过两任女友 因为自己个性比较像男生 所以在感情中是属于较偏向男方的角色 被问到理想型 他则说他喜欢少羽威那种清纯中又带点妩媚的类型 他也说虽然没有跟爸妈聊过自己的性向 但他觉得爸妈是OK的 更表示 我觉得喜欢就喜欢吗 像是那些不能讲的人 很辛苦类 也因为双性恋的关系 他才会那么常去同志大游行 和写出像爆一个这种主题的歌 看得出来他对LGBTQ族群的强力支持 二 潘美辰 资深歌手潘美辰自出道以来就一直保持住酷帅的中性形象 曾在女同志酒吧被偷拍 又在书店被拍到与波兰籍女子女女热闻 后来向大众出柜 坦承自己是双性恋 并表示自己从内心到外表都像男的 且和男生 女生都有交往过 被问到理想的对象 她说我的爱情是无性别论 希望另一半不能干涉我自由 不能命令我做不开心的事 即使曾被人嘲讽不男不女 但她现在已不在乎外人的眼光 以致就是我的态度尽情做自己 三 蔡康永 2001年 蔡康永在节目上被李敖逼问你为什么不结婚 你是不是gay 你是不是gay 使得蔡康永在节目上坦承自己的性向 身为台湾演艺圈首位出柜的同志 蔡康永鼓舞了同志族群 她更在奇葩说里袒露了出柜以来孤单的心情 说明自己出柜后遭受了许多打击 也失去了很多工作机会 但一路走来 即使辛苦她仍庆幸坚持走过 并表示我能够做到的唯一一件事情 只是证明给那些担心的爸爸妈妈看 我们并不是妖怪 可以很好地活在这里 一席话让节目的来宾和观众都感动落泪 四 欧阳靖 演员欧阳靖之前接受杂志访问时就表示 打从友谊事开始 我就不设限交往对象的性别 年龄 身份并大方坦诚自己是双性恋 曾交过九个男朋友和五个女朋友 第一个喜欢上的是男生 但后来到高中发现自己也喜欢女生 自己在感情里会想照顾人家 是属于较男方的角色 对于女儿的性别认同 妈妈谈爱真则笑说自己是鸵鸟心态 认为女儿跟女生在一起至少比较安全 不会有怀孕问题 五 林晨熙 演员林晨熙在2015年公开自己是双性恋 她曾在专访时透露 从国中知道自己的性向 国艺时就交了第一位女朋友 国三则和学长交往 发现自己两种性别都能接受 也曾因为跟女生交往 而遭国中同学辱骂 在书桌上课下你们很恶心 令她相当错愕 林晨熙现为人母 她的小孩也有很多同志钱吗 当小孩问到相关问题 她给予小孩的观念是 在这世界有很多不同性向 我跟她一起练习 接受别人不一样 这不一样造成世界丰富性 从小就给小孩良好的性贫教育 六 郑怡农 独立音乐人郑怡农在2016年宣布 与与灭火器主唱杨大正离婚 结束九年的感情 并宣布出柜 坦言自己喜欢的是女生的身体 更提到我的性倾向 从小的时候就非常模糊 喜欢过一些很棒的灵魂 但对于相遇的异性 始终在身体这关宣告失败 身体触碰对我来说是具有压力的 而她也表示自己与老公杨大正的灵魂契合 也相爱住 更期盼对方在未来能遇见一个 可以同时爱住他的身体与灵魂的人 杨大正之后也发文力挺前妻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结婚 是此永远捍卫一农做自己的权利 还是会当他人生中最强力的后盾 同时也为我们的坦然与勇敢感到骄傲 这对伴侣之间成熟的爱与支持 更是令粉丝相当动容 七、王小弟 总是以中性形象世人的导演王小弟 出生在相对保守的年代 他从小就不喜欢穿裙子 在美国读剧场硕士时 老师要他演一个女性角色 他一开始宁愿被当调也坚决不肯 之后被老师的一句 So you want to be less 你想要当一个比较狭隘的人吗 给问道 发觉自己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 更点醒了他 打破自己内心对于性别的框架 从此便不太会被性别的问题所困扰 他也曾在受访中表示我回台之后 我不去谈性别这个事情 也不伪装 你自己先自在 别人就自在了 早年以为自己是生错性别 但我做事也会做得很细心 后来接受心中都有男性和女性两个部分 在几年前陪伴他的多年伴侣 黄黎明因疾病需要动手术 但王小弟却不能签署手术同意书 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在手术房外焦急的等候 这件事让王小弟更加严肃地看待婚姻平权议题 并常常为此发声 八 刘主平 台湾新生代女演员刘主平 有助空灵气质 神似周东宇 在镜子思林里和温真林基吻的桥段 获得了不少关注 他希望可以透过全世同志角色 让性别一体有更多机会在社会上呈现并被探讨 刘主平在获得全球基督教国度影展最佳女主角致辞时 勇敢又大方地坦承自己双性恋身份 他表示 其实看我的名字大家应该知道我是基督教家庭出生的 但老实说我个人没有很虔诚 因为个人因素其实我本身是双性恋 喜欢男生 喜欢女生 所以我也不是多数教会所接纳的族群 我相信有神 但我觉得神不应该被人拿来成为自己个人代言的权利 若人真的有什么罪 等到我们死后再交给神去审判 9.Hashi 曾为多位大咖艺人写歌的创作歌手Hashi 之前就曾在演唱会上出柜 对性向一向非常公开的他 趁着开放同婚专法前一天 在脸书上分享自己和爸妈出柜的心情 他在讯息中写道 爸妈我跟子讨论了一阵子 觉得这件事情有一天还是得完成 其实我猜你们心里早有底了 只是我总觉得自己欠你们一句正式的说明 我喜欢男生 更提到 他觉得性向是件平凡无奇的事 如果要说对不起 那是因为这么晚才决定诚实说出事实 抱歉让父母等那么久才终于知道 面对儿子的出柜 Hashi爸说 很高兴终于有这一天 你愿意这样面对我们 没有什么好对不起我们的 更提到 其实他们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并表示 我常常在暗示住你 做自己 自己的人生 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用说对不起 我们一直都是爱你的暖心的互动 令网友感动 他在文章最后写道 并不是鼓励大家出柜 因为每个家庭课题都不相同 主要是希望能透过这些对话 鼓励到任何角落的人 希望他们能继续加油 保持好自己 时 陈建奇 金曲多元音乐人陈建奇 曾在脸书上呼吁大家在公投选举支持婚姻评权 并分享他在26岁的时候跟父母出柜的过程 他说妈妈在得知后 惊讶之余更多的是自责 也听了他的建议咨询心理医生 医生跟他说你的儿子愿意跟你分享 他一定很信任你 知道你不会因为儿子跟别人不同 而给了爱条件 一周后 他爸爸也打电话给他 说希望他不要因此感到自卑 他的家人给了他一个最坚强的力量 支持他 让他成为更好的人 在面对外界眼光 或是遇到任何困难都无所畏惧 因为他知道 他有一个家 看完以上坦然分享自己性向的公众人物们 希望能带给LGBTQ族群一些力量 你们不孤单 也盼望大家能够用尊重 友善 包容的心态看待LGBTQ族群 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